就是殘留病毒在此 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 就是守衛生非常重要 不要自己擦眼擦鼻 這個亦引伸到我 17年前的一段往事 個人經歷 當時我 大家好,我是Granny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都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是免費的 都分享給一些喜歡學英文的朋友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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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首先 刘医生就说大家医管局或者我们都参考很多国际的组织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指引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所有国际的指引 其实他们制定的过程背后是为什么 而不要就这样斟酌它一只字和两只字 因为我自己也有幸参与过世界卫生组织 它邀请我们去帮忙制作一些指引 关于一些抗弱性细菌 那类就是叫做Evidence Based 有科学实证 因为在文献上出了很多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就找一两个人 将那些经验综合了 然后就在世界国地请二三十位专家 亚洲有代表 美洲 澳洲 欧洲 坐一起 然后就大家举手投票 大家同不同意要做手卫生 同意 这样一次通过 这个就是非常之有证据的 有证据 另外一些指引 就是Based on 一些authoritative guidelines 或者expert opinion 例如伊波拉 例如当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或者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你根本都没有scientific evidence 所以他们就是一班小圈子坐在一起 去决定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我要declare conflict of interest 今次这份世界卫生组织我没有份 所以他对初 告诉大家 你们的surgical mask 要ASTM level 2 and 3 大家知不知什么叫ASTM 很多人一见到 我在我自己在马例医院讲 All-star forum 我讲不够三句有人举起三句 那你是不是公然违反 世界卫生组织指引 我记得 我好像是否我去了立法会选举呢 是吧 我又没有参选 那我说 大家知不知什么叫ASTM呢 他们很多时候都收到一些WhatsApp 大家你们又都说fact check 是吧 我们是professional 我们不是好像普通雷文 人说我就相信 原来没有人知道什么叫ASTM 或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Standards 你去Google按一下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是吧 好了 原来经过一列的讨论 就说我们的surgical mask 是level 1 不是level 2 and 3 那八糟了 但原来2月7日 世界卫生组织又改回个guidline level 1 2 and 3 all equivalent ok 是不是based on study 是不是在2月7日之前 突然间有份publication 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说 这只surgical mask 我们正在用的可以 还是不行 原来不是的 原来又是一班专家坐在一起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既然是这样 我们信人 不如信自己 我们寻求科学实证 无论戴N95 或者戴surgical mask 你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 究竟那个确诊患者 他孵出来的空气 有没有病毒 如果那个确诊患者 孵出来的空气有病毒 才会传染到你的 如果他根本孵出来的空气 没有病毒 你什么都不带 那又何干呢 正如你放空回家 你坐小巴坐地铁 旁边坐在你那个人 你有没有跟他FTOCC过呢 你坐屋按升级 你有没有问过他 你过去十四天天 有没有回过内地 如果不是我不进升级 是不是 都没有的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 那为什么 你在一个社区 不穿全机器呢 而在医院要穿全机器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冷静 我们面对疫症 如果我们自己不冷静 其实我们就不战而败 不战而行 我们经常都说 Infectious disease is not that infectious psychological fear is much more infectious tha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所以在年三十晚呢 我们基于这个理念 我和了我的高级护理主任 王淑晶姑娘呢 去了马加列医院 去看香港第一个 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人 那我们呢 去拿这个病人的空气样本 去证实我们这个移民 那怎样做法呢 就是 王姑娘呢 她进了她的隔离病房 总共逗留的时间是六十三分钟 我呢 就在外面负责收藏而已 我一定要declar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因为不是我不想负责 因为拿Air sampling空气样本 一向的工作是ICN做的 我都不会operate那部机器 是一些ICN做的 所以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 那是非常危险的过程 因为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但原来知道之后 就发觉一点都不危险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富贵险中求呢 是真的喔 如果我们不进去做 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那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抽取这个病人 呼出来的空气样本 用一部空气的採氧机 Air sampling 我们采取一千立方的空气 一千Lit 它的抽气速度是 每分钟一百八十Lit 所以大约六分多 六点一一分钟 就完成一个 sample 我们总共拿了八个 sample 我假设这架就是Air sample 我们距离病人的口 大约10cm的距离 我们做了四个maneuver 第一个maneuver 就是叫病人很平静地休息 这样做六分钟 第二个maneuver 病人就是大力深呼吸 大力深呼吸 第三个maneuver 就是叫他说话 123 triple 一二三 不如她说普通话 另一个原因 何解王姑娘入去呢 murtush rom 又设师普通话比起来 第四个maneuver 就是让他 咳咳咳咳咳咳.... AIR SAMPLER 去取樣本 大家會問 你們很聰明 病人有沒有病毒在身體上 如果他根本不懂得出病毒 你取空氣樣本就沒意思 所以我們同一時間 取得病人的鼻煙分泌 Flo Swap 和它的唾液 Flo Saliva 發覺它那個Flo Saliva Nasopharyngeal Espray 和Flo Swap 那個病毒含量 是10 to the power 6 viral copy per mil 即是每一毫升的標本 有100萬粒的病毒基因 在微生物學的世界 這個算是moderate to high level of the viral load 我們最高的那些 viral load 去到十的八次方 這個十的六次方 都是算高至偏高的水平 Despite病人 除了那個surgical mask 我禁止它來拿它敷出來的空氣 以及那個空氣是吸進去的 你知道嗎 是扯它的空氣進去的 我們完全 detect不到空氣中的病毒樣本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 convincing 的scientific evidence 去告訴大家 at least air transmission is not a major route of transmission 明白嗎 但是我們拿一個環境樣本就有趣了 我們拿床頭櫃 床尾板 床欄 床欄 以及窗台 病人的locker 我們發覺呢 除了窗台之外 全部的環境樣本 都找不到冠狀病毒 兩個含意 第一 多謝環境清潔的姐姐 她們都抹得很好 第二 transmission by contact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我希望告訴大家 不要把那個注意力 擺在airborne 不要把注意力 擺在舊不舊N95 反過來就是 droplet and contact 很重要 我估計就是 那些醫護人員 是全套武裝進去的 Glove and Gung N95 Face Shield 或者Glocko 她們戴著Gluffing all the time 她會摸一些環境 可能把東西擺在窗台上 忘記了 碰一下 但那些嬉嬉 不會去連窗台都抹 病未出院 出院就是terminal disinfection 什麼都抹 未出院 你不會去抹窗台 就是殘留了病毒 所以我希望大家留意 就是 守衛生非常重要 不要自己搓眼搓鼻 這亦引伸到我 十七年前的一段往事 個人經歷 當時我和 現在今日就是孔教授 當時是Dr.Ivan孔 和當時做Hausman的Dr.Bong Tang 養和醫院最有錢的microbiologist 當時在淘大花園 突然間有一晚 有75位病人入了聯合醫院 袁教授派遣我們三個小朋友 過去幫忙 其實想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從此以後 每逢晚上下班 隔晚就去聯合醫院 那裏去看病人發生什麼事 然後又拿一些標本回來 做一個病毒含量的測試 我們終於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原來 他們醫護人員感染 不是因為不夠N95 是因為他們在 除了個人保護裝置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不小心 就出了大事 因為當我們發覺 病毒含量 大家都知道 去到第十天是最高的 他們一起病發 一起去到第十天 病情轉差 要聞氧氣 甚至一些霧化的程序 所以令到病房 充斥著很多Aerosol 令到SARS冠狀病毒 進入一個狀態 叫做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 是一些特定的環境 特定的醫療程序 令到他真的經過空氣傳播 這個就叫做 Opportunistic Airborne Infection 我們無論當年 在凌晨2點離開聯合 3點離開聯合 我們這三個小孩 都用一個小時時間去抵耗 是記住一個小時 是因為我脫衣的時候 旁邊兩位看著我 不小心碰到 你又碰到了 麻煩你再洗手 當年是沒有酒精搓手液的 記住是洗手 所以無論我們多累 我們不會去偷步 但是你看回當日的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的病房設計 沒有我們今天這麼先進 他一打開房門 就是整個沙士病房 你那套Full Gear N95 Facial Glove and Guard 是穿足一日的 一間的 所以到你下班那一刻 你有什麼心情 Sense of Relax 終於熬完了 你那個精神就會稍微 沒有那麼集中 你想想我們三個人去除 我都被人叫停很多次 如果沒有人看著我 我做了八個小時 然後去除這套衣服 你猜我有沒有機會 在除的過程污染自己呢 一定有 那我很累了 回家途中 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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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是不是 這樣就會中招 所以我奉勸同事 即是我們那個感染控制指引 其實已經比世界衛生組織 所定得更加高 更加嚴謹 基本上如果大家 好像當日那位 很有熱誠的醫生 年輕的醫生 站起來去指揮我 你是不是不跟世界衛生組織 又佳拉呢 我今天都可以很客氣 和很謙虛地去反問他 那你今天是否想跟世界衛生組織的佳拉呢 你可以帶這個 ASTM Level 1 的瑞疾膏 去照顧一個確診的患者 但是醫管局 是給到最高規格的N95 給你們去照顧確診患者 還有我們不單止只是一個MAS 我們有全套的感染控制的裝備 我們會在一些負壓病房 有一個engineering的facilitation 去減低同時的風險 但是最重要的 都是大家 要明白科學精神的背後 就是你除了感染控制的裝備 不要污染自己 所以任何最複雜的guide line 最複雜的scientific rationale 都是還原最基本步 就是我們的手衛生 那種病毒 我可以很有信心告訴大家 它基本上不是空間的 除非你有特定的武法程序 例如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所以回應其中一個問題 無論你在general ward 在isolation ward 你做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我們都要求同時 以最高的防護裝備 是要有N95 有一個eye protection either in the form of facial 或是gloggle 或是viser Glofengang 去做這個程序 至於你說 不是呀 我們去到普通的 即是一個 我進去只是照顧病人 我不是做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不過這是一個confirmed case 你又說到空氣都沒事了 那不如你忍住氣進去 甚麼都不帶 都行 但是因為我們明白 我們希望 給最好的保護給同事 是給一個我們已知的科學 確具更高一級 去照顧一些確診的患者 明白嗎 所以我們都要求 你們進入做一個patient care practice 都帶full gear 不過我們不希望大家 派粒藥 有full gear出來 然後進去 讀個BP 有full gear 又出來又除了 你是希望 盡量將護理程序整合 減低進入的次數 不是因為我們省著洗 不讓你用 而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個人經驗 我在聯合醫院 我筆下去了超過二十次 如果我不是除那個PPE 那麼謹慎 可能我今天都不是站在這裏 可以和大家說話 所以那個PPE最重要 為何我們盡量去減少 又著又除的過程 最重要的精髓 是因為每一次除這個PPE 都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所以為何說到西馬利醫院 我是最重視這一點 所以當我們有確診個案 它只要有任何的運送程序 我自己 我的高級護理主任 以及我的ICN 我們在現場 我們有兩位的武漢夫婦 在四季酒店住完之後 來馬利 她那晚要九點鐘送去 馬加列醫院 我們是完全整個過程監控著 由六點到九點半 我們就在一個隔離病房 因為那些支援隊 和安全 他們進來要穿一件PPE 他穿得好不好 他穿得對不對 他運送完的病 他要避免的 他避免得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就直接觀察地監控 我們昨晚又做了一次 我自己和我的ICN 一樣晚上九點多 有確診病人要做CT scan 我們由整個運輸的過程 打點 他們耕耗 他們地監 清潔 我們都看法了 我們確保整個process 是smooth and safe 所以前線同事有信心 我們說話 他就有公信力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服務承諾 我們說得出真是做得到 當年H1N9的病人要通宵 去手術室斬腳 在ICU去 我們一樣回來 看著整個過程 雖然我在聯網分享 我們的CCE和我說 Vincent 你們不對 這些事情 不應該半夜三更做 我說 我也不想沒有搞好份 不過大問題 你的手術室 日後這麼沒 我們都要晚上清空了 那層樓 我們才可以做 你以為我們專門虐待自己嗎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感染控制的團隊 可以站在你們一邊 我們不只是指指點點 你們平時做好手衛生 感染控制是no blame culture 是有事的時候 我們和你們一起 我們站在一條前線上打仗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怪我們的感染控制護士 或者我們的公司 因為我們所做的工作 其實的精髓就是 吃力不討好 做了看不到 明白嗎 因為 做了事情 沒事發生 好嗎 謝謝大家 我們來 Thin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